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吧 我是很少啦 我是很少被咬过 那前几天是不是一直下雨吗 那有可能 没有那么严重 我就大概一两下而已 就定了两趴这样 订阅的时间大概是几点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早上大概在七点开始练 就大概那个时候 绕绕的 就是可能如果那么严重的话当然要看医生了 就在日前南部地区连日下雨湿度提高 也让美术馆园区内多处出现蓝绿藻 成了小黑蚊最佳繁殖空间 每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 更是出没高峰期 广方立即加强环境维护 户外园区每日皆有专人欣赏割草 棉树木输检 以避免蚊虫之声 请穿着淡色的长袖衣裤 并与皮肤裸落处涂抹蚝繁蚊液 减少遭受小黑蚊叮咬的机会 医师提醒遭到小黑蚊叮咬赶紧冰敷及涂抹 只养膏千万别骚抓伤口 避免感染如果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也得尽速就医 华视新闻师傅杰林博瑞高雄报道